好 臺灣的海軍 日前在所謂的15年的 整艦願景的報告裡面 竟然有提到將來 所有軍艦上面的飛彈 一定要愛臺灣 要用國貨 要用天工飛彈 來取代標準飛彈 不再依靠美國人了嗎 是這個樣子嗎 這個新聞有什麼好爭議 或者是可以去好好評論一下 任務校尾 這個新聞的初點是來自於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海軍 目前最重要的主力作戰艦艇 是屬於基隆級 也就是跟美國買的 那個技德級驅逐艦 以及我們的這個成功級巡防艦 因為成功級現在有八艘 未來還要再跟美國買 四艘泰鶴的 美軍泰鶴的 然後拿到我們這邊來用 但是這上面的武器系統 有一個部分的問題 你看像現在影片上看到 它後面這邊有個飛彈發射架 對不對 這是Mk26這個標2飛彈發射架 另外成功級上面 它用的是Mk13 以及搭配一種叫做 標準一型的防空飛彈 它其實裡面整個 我剛剛把錄音的內容 徹底聽了一遍 它其實說因為未來呢 標2其實本身比較沒有 具有這個授旗的問題 因為你看現在美軍 還在用神盾戰鬥系統 對不對 神盾戰鬥系統 就是跟標準二型防空飛彈 匹配的 所以短期之內 未來十年到十五年 應該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標1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美國海軍 已經把標1泰除了 雖然說標1跟標2的火箭段 就是它的火箭馬達 就是彈頭以下的部分是同一個 但是它彈頭以上的部分 如果它一旦自己 美國本身泰除不用了 那隔幾年之後 它可能就沒有新的東西出來了 所以那時候可能就有 同業就認為說 這個樣的話 應該是如果要拿什麼飛彈來換 我們只有天空飛彈來換 所以不是海軍講的 是媒體報的 也應該說是 可能說因為他們 我整個聽錄音的過程 我發現它換那個 應該會裡面換那個 就是那個PowerPoint的 那個slide換得很快 所以可能沒有聽 就是很快就講過去這樣子 我們這個可能要放在這裡 還可以這樣子 對 可能就沒有講得很清楚 讓大家聽得很清楚 對 但是我可以聽 很確定的就是 它目前是說 基本上來講標2沒有問題 標1的確未來會產生問題 對 就是說 而且我們還要再增購四艘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考慮到 那未來怎麼樣 來去把這個標1 做一個更改 其實以目前在這個 國際軍火現貨市場上 有一種飛彈叫ESSM 就是先進海麻雀飛彈 那因為現在這個 我們這個政府 有這個國策嘛 也就是說基本上 能的話盡量以國X國造 也就是國家能生產的 盡量國造 那現在之前也有一個 就是康定級飛彈的 性能提升計畫 說什麼呢 要把我們這個空設的 天艦2型飛彈 它要把它改裝 要把它裝到康定級上面 那其實如果你康定級 裝了這個天艦2的 這個飛彈以後 它這個天艦2 這個飛彈的這個角色 跟未來在艦上的性能 就跟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 美國那個ESSM飛到 會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個人認為 它其實應該指的 就是這個標1的系統 標1的系統萬一 萬一10到15年之後 美國人因為飛彈停產 這麼久了嘛 也不用了嘛 那零件也停止供應 那我們也就麻煩了 就要換掉了 對 但是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換成天艦2型的 建設型 因為現在已經有眉目了 就代表就是說 我們的康定級已經要先換 康定級換完了成功級 如果它的標1接受齊了 然後再加上美國 又停止供應零件 那當然就換我們自己 做這個標1嘛 但其實我們現在這個天艦2型 這個飛彈本身 它其實因為它的導控雷達 是長白雷達 也就是其實那個 長白雷達它本身是一個 所謂的陸基型的這個神盾 這個就是天空飛彈 它那個影片上是天空1型 天空1型跟天空2型 它當然最大的差別呢 天空2型是所謂的 天空1型的這個增程型 而且天空2型 它是採取陣地式的垂直發射 也就是從一個 類似像發射轎一樣 由下往上發射的一個發射轎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未來你如果說今天 我們海軍如果真的是發現 覺得天空來裝到軍艦上的 這個效果 可能甚至比我們剛剛前面 講的一大串的這個 1SSM這個飛彈 要更好的話 那當然他們對這個船 本身的這個改裝 就會比較大 我們剛剛講到像成功級 全部都不一樣 發射飛彈都不一樣 可能要把它這個前面 整個裝一個這個 垂直發射系統 才能夠打這個天空2型 這個飛彈裝上去 好所以我們這邊呢 有這種相關的